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小程序这一端 把一个视频通过选择一个背景音乐 上传到我们的后端 再进行一个合并 那么不管我们有没有去选择一个MP3 那么我们在后台 我们总归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视频信息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这里 我们先写一个注释 保存视频信息到数据库 好 然后我们来在这里要new一个视频 你有一个video 那么它里面基本的属性 我们在这里设一个值 首先第一个是audioid 就是我们的背景音乐 它的一个id bgm id 那么在这里 如果说是有值 代表它这个是选择了bgm 如果说没有值 就代表它没有选择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为空的 然后下一个 我们video是需要设置一个userid 是谁上传的 那么它的一个发布者 是需要在这里去写的 然后我们它还有一个 其他的相应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 它的播放的时长 我们点一下 是一个phelialsevens 然后我们在这边定义的是一个double 那么我们在数据库里面 设置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数据库里面设置的是一个float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还有我们set 还有它的一个高和宽 都去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值 像这个是封面 封面的话 我们到下一节 我们再去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生成的一个时间 然后还有是状态 我们是有一个视频的状态 另外这个dsc 我们把这个dsc也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是dsc 还有是我们视频的一个 保存的路径 我们的vdpass是一个 uploadpassdb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的 一个相对路径 那么还有 我们在这边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它是有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我预先是在这里 已经是建了一个美举 我们通过美举去实现 这边是一个状态为一 是发布成功 状态为二 是防备的 就是禁止播放 那么这个操作 是由我们的管理员 去操作 并且我们这个状态 是对应到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库 我们这张表里面 有一个字段 叫做状态 并且这个状态 我们在下面加了一个注释 状态为一 那么就是发布成功 状态为二 就是禁止播放 这个是我们在后面讲 短视频管理后台的时候 让客服 让管理员去进行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的视频 如果被人举报 然后我们后台的人员 也是觉得你这个视频是有问题的 那么就直接可以把这个视频 给禁止 好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可以直接去调用 我们在这边调用 video 它的一个美举 success.video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video.还有没有别的值 它这里有一个create time 这是我们的一个当前 就是我们视频上传的时候 它所生成的一个时间 插入到数据库的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可以 你有一个data就可以了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信息 都已经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service 去写一个保存 我们来打开这边 这边目前我们还没有视频相关的一个service 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快速的写一下 定义一个video service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样 需要把这个实现的 也是需要去写一下 双击打开 把里面再改一下 它是一个保存视频 save video 然后把注释也去写一下 保存视频 把没有用的方法删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接口已经写好了 然后需要把我们刚刚的一个实现类去改一下 改成video service 把这个接口进行一个实现 然后里面相应的东西都拿掉没有用 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的mapper是一个video mapper 把video mapper给导入进来 然后这边写一下 取名字 video map 好 下面我们是需要去把一个实现方法去进行实现 点这个自动生成 然后会在这里就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ideo map里面有一些方法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四个 我们来看这两个 一个是insert 一个是insert insert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注解 它是说保存一个实体 如果说我们这个实体里面有一些noun的属性 那么这个noun也会进行保存 它不会去使用数据库的默认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库里面我们这里有一个like account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被人喜欢的一个次数 然后我们是在这里定义了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我们设计的是0 因为我们的视频一开始创建 我们并没有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值 然后这个值呢 我们就直接让它去自动生成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适用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是insertselective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它在这里说保存一个实体 如果说我们这个实体里面的属性是noun 那么它是不会去保存的 它会直接去使用数据库里面的默认值 就是0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直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了 我们双击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video拿过来就ok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video还没有组件吧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使用sid去生成我们的唯一组件 我们定义一下定义一个strewn id 并且把它放到我们的video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ok了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有一个事物需要去加一下 我们把这个support改掉改成一个quired 我们默认的事物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当前是没有事物的 那么我们会新建一个事物 如果说有事物就去加入到这个事物里面去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些都删掉 我们要controll了里面的方法去进行一个调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头部在这个位置需要去把我们的一个video service给我们引进来 video service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去进行一个调用 video service.save video 这样子就可以ok 然后呢我们让整个项目整个工程去进行一个install 等这个项目install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重新的运行一下我们的项目 好安装成功 然后呢再去跑一下我们的pillication 我们刷新这个表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数据库的一个videos表里面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如果说我们一会成功之后里面的数据相应的全部都会被全充 现在是这种成功了 这种成功在我们小程序这一段我们来重新编译 点击这个重新编译 然后呢我们重新从登录开始一步一步往上面走 然后呢我们开始上传视频 点击比如说这个sprint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到这里我们可以随便去选择某一个音乐吧 然后我们这边写一下测试上传 保存到数据库 点击上传视频 点一下 这边再转圈等待 好等待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后台 这边呢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数据已经打印了 然后再到我们的数据库这一块来 我们刷新 可以看到现在的数据已经填充进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选择的一个背景音乐 然后这是video的一个描述是测试上传保存到数据库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pass就是video保存的一个相对路径 然后再往下面看 它的一些相应的信息数值全部都有了 然后like counts 我们like counts当中是没有设置吧 但是我们使用insertselective 它可以去自动的把一个默认值给填充上 另外这个是我们的状态值 状态呢就是一个e码发布成功 这个是create time 我们当前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另外这个是我们的coverpass 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 我们封面其实也是需要创传的吧 因为在我们首页 我们用户打开我们首页去看的时候 往上面下滑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封面去看的 所以我们封面如何去做 我们在下一节来讲一下